美洲一屋 哈囉大家好,我是Julia 我剛剛在國泰TwinPod的兒童遊戲室 玩了一些玩偶 還有看了一些童書 那接下來我們歡迎 國泰TwinPod的專案介於 介於 哈囉介於大家好 介於我覺得我們的 這個遊戲是 非常的跳高 那我們這邊的一樓的規劃 全部都是規劃做8米的 跳高的設計 另外就是說像 國泰Twin它屬於比較 固實的公司 所以它都是規劃比較實用性質的公設 那你可以看得到其實我們這一個 空間來講的話其實它的尺度 高度來講都是相當的高跟大 而且我覺得 我們那個配色非常的跳 你看有黃色還有綠色 對,那因為它是比較偏重於 所以說 因為比較實用性 所以它比較用小孩子 他喜歡的顏色 像黃色啦 綠色啦 這些比較漂亮的顏色 比較快樂的顏色 是 那接下來我們就去看別的光色囉 走 接下來來到的是 我們國泰TwinPod的越覽室 在我身後的這一面書牆呢 它有許多類型的書籍 那它也會定期的更新 那 AJ 我有看到我們的 越南市的採光非常的良好耶 是,那我們這邊的設計 都是採用大面的落地窗的玻璃 那另外就是像在越南市的部分 我們有分成兩個區域 一個是比較舒適的沙發區 那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屬於 像會議型的座椅區 那其實像讀書讀類的時候 我們可以走到戶外 那有搭配我們的園藝造景 那可以享受一些 這邊的綠藝的感覺 接下來來到的是我們的宴會廳 介於我們的宴會廳 是做什麼用途的呢 這邊主要是讓社區的住戶 做一些宴客宴會的使用 那另外就是我們還有一個 廚房的空間 那你也可以請外匯的師傅 在這邊直接做通調計就可以了 接下來進來我們的旅更衣室吧 一進來呢 就看到我們有非常多置物櫃 那植物櫃呢 可以把我們的貴重物品都放進去 然後這邊是設計密碼鎖 再加上呢 我們這裡呢 有非常大面的鏡子 可以讓我們看一下今天穿的手 好吧 接下來呢 一定要是非常大面的鏡子 很舒適的空間 可以讓我們做一些 比較簡易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空間設計得非常良好 一進來呢 又看到烤箱 我們烤箱呢 有滿滿的寬木箱 以及呢 旁邊的蒸氣室 這樣子的三樓暖呢 可以讓我們就是 舒緩一天的疲勞 然後把毒素排掉 最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淋浴間 我們洗完澡之後呢 就可以開心的回家囉 我們接下來來到的是 Twin Park二樓的公社 是 那我們二樓的部分 我們是規劃比較像 動態的性質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得到我們 身後這邊有一個標準25米 那11米1的標準 雙道的游泳池 那以及另外我們會有一個 健身房的空間 那像廣池這個區塊的話 我們還有規劃了一個 SPA的區域 以及泡腳的區域 今天看完那麼多 國泰Twin Park公社 我真的覺得公社 非常的豐富多樣 而且很實用耶 那有興趣的讀者呢 歡迎播打下面這支專線 或是直接到暗場做詢問囉 那我們今天謝謝介瑜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